10月1號 港人在銅鑼灣發起遊行 叫出沒有國慶 只有國商的口號 超過20名在文革時期不堪中共暴政 偷渡來香港的市民參與遊行 上街爭取自由 十一大批港人上街看暴政 這群銀法族是當年偷渡來港客 現在大多已步入七八十歲高齡 像我們現在來的這群老人家都是偷渡來的 我們過去用自己的生命來拼搏 追求自由 現在我們只是出來走一走 遊行一下 還是政治自由 那為什麼不去做呢 因為大陸那些人沒有可能有這樣的權利 我們香港還有這樣的權利 為什麼不趁這個機會站出來 為年輕一輩爭取他們應該有的東西呢 很多年輕人出來 我們走來看熱鬧 感受一下現場氣氛 很感動 這些年輕人政治醒國 有正義感 不是吃飽飯就算那種人 學者鍾建華表示 特首林鄭月娥聲稱有誠意跟市民溝通 但幾日來警察的行為完全背道而馳 變本加厲令人憤怒 他說自己年輕時面對香港勤奪問題 曾相信一國兩制是最好的安排 但現在覺得被中共欺騙了 今天香港政制的扭曲關鍵問題都是共產黨 就是共產黨背信棄義 不去體現它在過度回歸期 給予香港人的承諾 基本法寫的東西它都隨意扭曲 加了一些新的元素 國家安全 實際上就不想實現自己的樂言 我想這個令很多人很憤怒 他認為即使中共出動軍隊親抵接頭 但只會進一步令社會撕裂加深 無法取得人心 問題會繼續出現 近堂的記者梁真 郭威力深感報導 anyways 今天的視頻 unal視頻 麵